不久前中国基因编辑婴儿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当时中国科学家贺建奎表示,此举是希望让婴儿免疫艾滋病病毒,但近日熟悉相关研究内容的人员表示,这种操作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后果。 在贺建奎进行的研究中,他运用CRISPR基因编辑工具删除了双胞胎的C425基因,并声称这项举动是显著预防HIV的方法,但22日细胞塞尔期刊一项研究指出,C425的作用不止于此。 这项新研究指出,修改C425同时也增强了实验署的认知能力,研究人员,也发现自然缺乏C425片段的人在中风后恢复更快,学业表现也更成功。 这一位主基因编辑双胞胎,或许会成为世界头两位运用基因编辑增强认。 之和记忆能力的强化人恩·汉斯·德曼斯。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不是碰巧出现。 尽管贺建奎表示此举希望让婴儿对艾滋病病毒免疫,中国团队也并没有和新研究团队有过接触,但MIT德诺洛雷维尤收集的资讯显示,贺建奎应该也知道C425在大脑的认知作用。 据了解,C425与认知能力间的联系最早是在2016年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神经科学家阿尔西·莫西。 瓦盒团队所提出,在研究了140多种不同的遗传转变后,他们发现从实验鼠移除C425基因显著改善了小鼠的记忆。 西尔瓦同时也是细胞期刊新研究的作者之一,西尔瓦表示,由于研究关系,他曾与西骨河。 许多地方的人士进行过这方面的意见交流,因此在双胞胎消息出现后,他立即联想到这可能是一次尝试。 无论贺建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,许多证据显示C425在大脑扮演重要角色。 西尔瓦认为从实验署的结果来看,基本上可确认C425修改确实会影响。 双胞胎的大脑,其中最直接的解释,便是突变可能对双胞胎的认知功能产生影响。 尽管实验署的研究是正面的,但考量到在人体产生的影响无法预测,西尔瓦认为中国团队并不应该进行这项实验。 你可以想象未来某个时间,我们能提高人口的平均智商吗?如果我的答案是不。 我就不会成为一名科学家,但即使实验署研究显示答案可能是肯定的,老鼠并不是人。 我们根本不知道乱搞的后果会是什么,人们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些事。 首图来源,斯普什延伸阅读,基因编辑婴儿引爆争议。 世卫将成立小组设标准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48小时后。 贺建奎的回应关键字,CCR5,基因编辑,艾滋病,贺建奎。